而在瑞穗乡、富源村、巴拉森的古王争霸站 客庄十二大节庆 今年是迈入了第23年 而除了县政府协助办理保安宫的光雕秀 古王争霸站的重头戏 除了1号的古王秀晚会暖场之外 2号众所期待的古王比赛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国中小学和社会组古队 同台尬古 争夺今年度的古王头衔 竞赛的过程是震撼人心 古王暖场秀来自各地优秀的古队 轮番上台敲鼓表演 敲打鼓棒挥舞大旗舞龙舞狮 让夏天的夜晚热闹滚滚 今天白天来自全台各地国高中小学 或者社会团体的古队 齐聚富援国小分足进行尬鼓 古队对阵 竞赛过程精彩吃鸡更撼动人心 不论是1号晚间古王秀晚会的暖场表演 还是今天2号在富援国小登场的古王争霸站 日志向部员八仔庄古王争霸站 古镇古生从早嘎到晚 不仅幸满满人潮 道场参加的县长许正卫 也深入了解地方宗教洁清文化 让八仔庄的古王争霸文化活动的历史典故更广为人知 地方有不同的文化特色 23年前在农忙之余 我们组成我们的这个客庄的巴拉增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鼓队 然后就开始每一个村每一个村去尬鼓 这就是我们在农忙之余 成为一个花莲的地方特色 而这样子把它延续下来 第23年成为我们12的客庄的最重要 最重要的节庆的这个庆典 今年古王争霸站迈入第23年 不仅深受全台各古队好手的喜爱 在推展客家传统民俗技艺文化成效所著 为客委会客庄十二大节庆中之首 而这一次总共有来自新北市桃园 新竹苗栗台中台南 以及台东县的古队道场竞技 整个竞赛过程雷霆万军 华丽热闹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